Hello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要开箱的是OnePlus 11媒体礼盒版 马上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 一台OnePlus 11以及一台OnePlus Box Pro耳机 耳机我们先放一旁,先开箱手机 欢迎此卡,用户指南以及安全指南 还有就是除了苹果之外 就只有OnePlus会附送的贴纸 先把手机放一旁 功率最高为100W的Super VOOC充电头 USB-A转Type-C的数据线 背盖,是摸上去非常舒服的磨砂玻璃 不沾指纹就是棒棒哒 ID设计跟上一代差不多 只是镜头模组,从方便圆 看起来更像专业相机,加上大大的 HiSail Black标志,更突出主打影像的卖点 有个小细节 玻璃下的粉尘状纹理犹如满天星光 非常精致 现在一起来看看机身配置 右侧,有一枚老粉都非常熟悉的 三段是静音键,底下是电源键 顶部有扬声器和麦克风 左侧有音量键,底部有扬声器 USB-C接口,麦克风,以及SIM卡槽 由于保密协议 手机只能介绍到这里 更多内容需要等到手机发布后才能放出来 接下来我们开箱耳机 这款耳机是OnePlus与国际升学大厂 带Nodio联合开发的 Melody Boost双驱动科技 拥护指南,安全指南与保修卡 耳机电池仓,虽然是塑料 但是看起来像铝合金 比较有高级感 这个绿色,大家打几分呢? 内装与耳机也是绿色的 意外地被这个贴纸蒙到了 设计团队是多么的可爱呀 绿色的耳机,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大家觉得好看吗? OnePlus 11即将在2月7日推出国际市场 大家记得关注哦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